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到七月第三个星期的《枯进天下市》 大家看见过月历 你都知道差不多都已经是七月二十多日 好了,我想很多英国的学校都已经睡暑假 也有很多家长可能都在准备着 可能有些香港的英国或者不同地方的香港的家庭 都可能都会回香港逛逛各样的 如果你这次一家人再回香港探亲、探掌楼各方面不知道 那是怎样呢? 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在看这个节目 特别在英国都可能都会计划一些家人 或者自己都会回香港谈训的 所以就可能会买一些手信 或者买一些这边可能都比较不容易买到的东西 对了,然后英国都会返暑假了 开始是,去到八月尾 所以都祝大家,先祝大家一个预饭的圣诞 就是这个暑假,不是復活节 不是这个圣诞节 我没有做到这个,这个利家超 突然间口出狂烈 好了,这个星期出现的节目有杨永宇博士的 从陪桥到陪鹿 那当然一间左派学校 我们以往在历史的认知都知道 左派学校特别是殖民地年代 他们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压迫 或者是一个排制 那最主要的原因都是政治信仰的不同 那甚至六七暴动之后 这些学校都被冠以为 一些不太建议讀的一些学校 那但是这些学校去到八九十年代 都慢慢正常化 慢慢都参与香港教育制度里面 不同的部分,无论是公开考试 那甚至当年曾玉成 其实都有帮过考试局 是做过一些委员会的工作 那但是去到2020年之后 就是这些左派学校 他们要被政府学校、官校 或者甚至一些中学校走得很远 那所以由这个学生被动员 去写信给习近平 那然后呢 就去到现在要回信 甚至请蔡若年 去到歌颂这些政治文宣 那其实反映什么现象呢? 那我们都知道 可能有一些在英国读书的年轻人 或者不同的原因都打算回香港 继续升河的 那面对一个这样的政治环境 究竟你选择是当没事发生呢? 还是你用什么心态 用什么方式去到回应 甚至去到适应 现在香港的政治压抑 和一个政治审查的一个环境 甚至不要说就是说 就算你说回香港升学 但是你的学历 究竟在现在这个格局里面 是否受到承认呢? 那如果你打算继续留在香港 但是香港能不能够给你前景 给不给你一个好的未来 去到发展你的事业 你的生活 或者你的人生呢? 那这一件事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人的人 就一定要这么想 那当然今天讲到香港问题的 那和钟sir一起 当然讲一些 在时令议会的话题 那就是话说我和钟sir 都在不如议堂 在以往来英国之前 都一定有去过中国的经验 那当然去到中国经验 我最记得最记得一件事就是 在应该是十年前 都应该是十年前的了 那回到这个北京 去做一些招收学生 入读本科的工作 那然后一定会住酒店 因为这个大学安排我们住宿 那然后呢 那当然很正常去到酒店 那当然是想着口渴了 那要不就喝脂装水 要不就熬水喝 那但是呢 竟然有一次 就真的试过真的很乖 就去开水流水煲水喝 那然后煲完之后 沖茶喝 或者沖咖啡喝 那味道很怪 那后来没有理 那如是这就回到香港了 那些朋友跟我说 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回大陆煲水喝 但是有些水不能喝的 不是人不喝的 没有人煲水喝的 你来洗澡 你皮肤不好 烂皮都似的 那自此以后我就开始很明白 为什么在中国 很多人真的一箱一箱 或者一枝一枝 是买礦泉水 所谓礦泉水 或者叫做天然礦泉水 是回家喝的 那当然大家都在想了 中国有多少礦泉水啊 中国有多少天然水啊 是不是呢 那其实就等于 你去香港买那些什么 叫做蒸馏水啊 或者买一些叫做 经过加工的水 然后入瓶 那我们都相信就是说 你经过加工 你经过这个处理 那应该都干净一点 那大家如果在中国 喝开的 其实不外乎 两种在中国制度的大牌子 一个叫做八岁山 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说的主角 这个就是 突然间忘记那个名字 那就交给了中述 是继续讲一讲 究竟 这一只礦泉水 其实最近都出了一件事了 那华瑞小委会 就进行一个 就是 这些资装水测试了 就是远中都有做的 但是发现到就是说 原来某个国家 某些牌子的抗泉水 就算有问题也好 你很老实地说 其实这些水有少少问题 不是不能喝 是少少问题 或者可能有些人 如果他体质比较弱 或者甚至是腸胃比较弱的话 其实就你自己想想喝不喝 那结果竟然是被这个生产当局 就说要提告 就要找律师 去告小卫会 那结果小卫会 就跪下了 就说不好意思 我们的发现结果可能有一些誤道 然后就出了一个专栏 描述这一只牌子的资装水 其实喝得还要是五星 你说多好啊 如果你说我可以提告 找律师凶嚇你 然后就完全可以改变资果 那你有钱 你有律师 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这个 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香港呢 那如果人人都这么做 个个中国境内的机构来香港 或者要拿着利益 或者将乱咬到直 都是要找律师 要提告 个个都要跪下 那究竟香港会怎么行呢 所以钟sir在这方面 就是他的看法了 就交给钟sir了 就是这么说 我刚才你讲了很多问题的 不过就说回这些 就是农夫山泉这件事 就是无可否认农夫山泉是很大的 我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我2019年年底之前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回到广州的 我有个小单位在上面读书的 那就是上到去的那些超市 你看到其中 就是在殉庄税那里 最多的就是放多少在那里 就是农夫山泉的了 因为它是数珠 主要数珠家庭用家的 那当然了 无可否认 大陆那个食品安全 一向都引起很多人疑累 那我那时候 虽然我每个星期都回去 但是呢 我就 有些事情一定不会做的 就是我不会喝他们上面那些 就是瓶庄饮品 不会喝那些辣子 不会喝那些奶品 不会喝那些乳製品 不会喝那些乳製品 都不会用的 一定不会用的 那好彩在国内 都买到乌尘斯瓶庄水的 那就用那些了 那至于水后水 有时候你避不了那么多 你在上面 你一定会 有机会用到那些食物 用到那些水 那些东西 那我又 我 我 今长时间 我经常在国内走动 我又不 起码我觉得 就被主要说 用那些水洗澡 会 皮肤有事 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你说 那些食物 是令人很有戒心 特别这个三季清安 恐着石鹿 那些不断出现 跟着 就是 那些奶粉 可以搞到 变成头大BB 那些之后 那大家很有戒心 那其实国内很多人 如果经济能力好 都会买一些外国品牌 香港品牌 那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那 那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点我想说 就是你避不了 第二 也很难足够打船人 但是因为 你避不了 或者说你也要小心 所以有时候 都会小心一点 这个是真的 这次的事情 就是当消委会的报告出来 和听到说 就是隆夫山泉那边 有不同意见 要追究的时候 我即晚已经猜 这次消委会一定跪下 一定跪下 那第一就是 这个国内龙头大企业 就是 就是 财大气粗 那你第一 现在香港的政治和小气氛呢 小龙书 有一篇文章 特区政府的官员都已经出来 就是 就是 帮拖了 是吧 何况是龙夫山泉那样 那我都猜到 这件事情呢 特区政府一定不会 帮助消委会的 也都猜到啦 消委会一定会跪下的 那 那结果就 不出所料啦 那至于跪下之后 就是说的问题 我就不详细说啦 大家看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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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新的文章 就是 那 基本上呢 就 跪跪低而跪低 哈哈哈 简单说就是 跪跪低而跪低 因爲要跪低 所以做了新项目给他 还要给他五星 那相当的可笑 那就是 这个最可惜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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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委会这个招牌 那 消委会过去做这些 产品测试 是有争议的 有时都说 这个不可可认的 因爲 它用的标准呢 有时是确实 会 有时未必 对应到 每种产品的特性 但是 怎样都好 香港人普遍对消委会 做的这些产品测试 基本上都是欢迎的 这个态度都是正面的 过往呢 就算有人有人有意义都好 消委会也是有权 做一个集体訴訟 在法律上 所以 它也不怕人告他 通常 就很少出现这些 就是最终要这样跪低法 就是很少见的 当然 他过往都试过出错 出错 出错就是道歉 人都会犯错 是吧 机构都会犯错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过往他出错 也都道歉 但是呢 基本上大家都明白 也都不会深究 那些被影响的商户 要拿回彩 那就算了 那好像这次那样 就是大张旗鼓出的信 真的挺好笑的 那这些反倒 反映着大陆 就是有钱 就是大声有道理 这种特性 所以相当可惜 那我觉得从此以后呢 香港又有一个品牌 就倒下了 可以这么说 就是萧委会这个品牌 本来是一个独立的法庭机构 做一些非牟利的工作 基本上呢 对香港人都是一定的参考价值 香港人呢 对他的存在 都这么多年了 都已经 基本上都如意肯定 但是这一次 竟然这样跪低 而且跪得这么肉酸 还要开个新项目 还要直接帮他加分 加分 不如给一个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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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这样呢 我相信萧委会 以后就 第一 你资料一开始的话 以后你什么都不敢做 是吧 或者以后你做任何事 就不要斗大陆那些 不要斗大陆那些 不要斗大陆那些品牌 他恶了 他恶了 或者说 有些品牌可能 对你的平均不满意 跟着又出来识讯告你 那你不可以这样的嘛 就是 賣富裕的 你就欺负他 是吧 就是 労夫山泉 你就 即时跪低 那是相当之肉酸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很可惜 就是今时今日的社会气氛底下 就是 香港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 都是慢慢地被侵蚀 这个是被侵蚀的 一方面就是政治气候 另一方面就是 整个社会那种 就是 在现在政府带头 不讲道理 不跟规则的情况下 所有标准都不再重要 因而就是 香港原有的社会体制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 这样倒 那这个才是最可惜的地方 那 以后怎么就有看 但是 我相信 香港人都没有很多人 放在龙夫山泉的 是吧 以后更加不会买 不过呢 我刚才提到 我都想 就是跟Benson提到 我都想补充两句 雖然不相关 跟龙夫山泉 讲到 左派学校受到政府 壓迫这件事 其实我自己也不觉得 左派学校受到政府壓迫 就是你说 在六七暴动那时候 有这种学校 在学校里面製造炸弹 那你政府查它 那当然是应份 是吧 反正现在很多学校 被困压迫 是吧 动一些就会出信给你 那现在被政府壓迫的学校 有没有製造炸弹 那没有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 其实在六七暴动之后 左派学校的存在 左派学校其实在共产党执政之前 已经透过各种方式 在香港兴办这些 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学校 大家一直都在讲 政府部门的容忍 那其实就是 左派学校在香港这么多年 他自己摆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但是实际上 关键原因 就不是说 政府在七十年代 因为开行六年 接着九年练学校之后 其实政府是不够学位的 那它是会向一些私校买位的 政府当年是曾经 探讨过向左校买位这个可能性的 是探讨过的 但是左校因为不肯公开平素 这个第一点 左校也不肯将那些私資 逐步和这个遵效看齊 大家知道的了 很多左校的学生 中五毕业 或者语科毕业出来 就做教师了 程介男的那些 哪里读大学的 叶角謙那些 讀史片的 哪里读大学的 是吧 做到这个副校长的 可以 那这样的情况下 自然政府帮不了他 这个不是必害 他自己不肯跟规矩 到八十年代中 八十年代中 政府也都 就是香港当时 已经前途回归 决定了的了 政府当时也试过 想方法 披露 这种学校突破的 1985年 有一份 教统会的第三个报告书 第一次建议 就是搞这个直支学校 当时直支学校 那个建议 其实真的 有人都认为 是被露 这些左派学校走的 就是你可以拿政府赐助 自己订学费 自己收身 不需要跟随政府的标准 那 他们不肯走的 所以其实 这个是例外话 不过我想说 如果很简单 左派学校被迫害 这是一个简化的说法 而是他们不经规矩 去玩这个事实 到今天 他们当时得令 就是 又做这个 这些左校的校长 又做这个议员 顾问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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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所做的事情 大家放在眼泪 记在心上 破坏教育 我相信 就是这些这些报告 有一定的作用 讲完 多谢钟sir 哇 一个很珍贵的 我再次要补充 因为实际上 我以前讀中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 真的 他家人真的讀左派学校 然后他口中的左派学校 就是被殖民地政府 打压 排析 边缘化的一个 这样的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 不少不少都已经 中了很多 我们这个年代 成长的人的脑子里面 多谢钟sir 不论是透过教育發展 不论是透过左派本身的经营 可以这么说是不透明化 或者是不那么能够向一个公众交代 一个部分 去讲回整件事件事实 所以想一想 如果一个政府 他不混责 不透明 那些钱不告诉你 你现在国安公署的经费 都是一个好例子 那结果现在为什么 是不是来的 或者连长者 等二元搭地鐵都打算打折头呢 那这东西可能 对一些以往支持政府 讲就是一个 救游自取的做法 刚刚说到就是 《农夫山泉》一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的就是说 在今时今日我们 认识的一个消委会 就是一个产品测试 然后告诉他们 如果产品安全 那些产品有什么问题 究竟有什么问题 其他方面 希望這些製造商可以改善產品質素 但其實如果追溯消委會的歷史 即是我們年輕人 我們讀中學年代 其實消委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口號就是消費權益 你知道在2024年國安新香港年代說權益很危險的 但原來在80年代殖民地政府竟然教我們消費權益 甚至我們可以投訴一些 可能會否一些產品有問題 或者甚至有相關的資訊選擇月行 告訴市民資制究竟這些產品是值得用 這些產品經過測試之後是有一些相關的狀況 所以我們說其實消費委會選擇月行 最重要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意義不是產品測試的結果 其實是一種政治意識 那種政治意識就是說 其實在80年代 雖然我們的政治權利 其實好像不是很多 偶爾是投票 區議會 或者當時的市政局 但其實有一種權力也很重要 是影響到我們日常民生 日常生活 就是消費權益 甚至我們看回其實在台灣的政治運動歷史裡面 消費權益都曾經成為其中一個在80年代引發台灣人抗爭 甚至是這個社會運動意識的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2024年 你不要說消費權益 甚至現在連消費委會都跪低 選擇月行都選擇 選擇跪低的話 那麼作為香港人 你又看到另一個 就是我們講到由以前考評局 去到消費委會 都是殊途同歸 都是走向一個墮落 走向一個權威順喪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麼作為一個香港人 當然馬上都要想自己 怎麼打算 或者甚至就是說 會不會某個國家的東西 最好想一下才能不能用 雖然我們不能在節目裡面 講到明說 你不要用那個國家的東西 那個國家是有毒的 但是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一個公信力的機構 它自己喪失它自己的公信力的話 你想想整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的崩潰 你想想這個地方還有沒有未來呢 這個都是一個 我自己看到這件事 不單只是一個單一事件那麼簡單 或者雖然我們覺得這個事情遲早會發生 但是這件事真的發生之後 其實帶來的影響真的會很深遠 其實這個社會很複雜的 就是很多東西是很多的 很多的部件 互相組合 拼合成一個社會的整體 而這些不同的部件的發展 當然跟社會整體的環境有關係的 但是也是跟那個文化文明的演進是相關的 所以其實很多方面 我看到現在香港 是一個所謂是非觀念和一個價值顛倒的情況 就是很多我們覺得合理 或者說起碼是一個社會文明發展的指標的東西 現在是全部都崩壞 消委會者很簡單就是 就是一般情況下大家不會特別留意消委會的 現在是吧 那麼它做的事情 老實說 選擇越來我們都不是很多人賣 消量不是很高的 但是它做的事情是得到社會確認 而它所提出的那種消費者的權益 以致你的產品要符合一些標準 這個就是社會的進步 所以就算 我剛才講過了 其實七五一去做這些產品的事 久不久都有一些地方是有爭議的 這個真的 情況就等於現在它執著扶宇行 賣扶宇一樣 但是不要緊的 就是它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有一個自我糾正的機制 也都這個社會呢 也都不會說完全將 就是消委會不會成一種霸權的 它不會說它講完之後 大家就即時就會聽它講 這樣大家就會用腦去想的 但是現在呢 消委會就 就是它就用了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 這樣就可以說 將千年度行一招散 那它 剛才我說了 它以後那些測試 以致它那些工作呢 就更加難 重新建立自己的權威性 這個一個問題 第二呢 也都起了一個很壞的示範作用 只要你夠膽 就是 夠膽跟它支持它 夠膽跟它支持它的話呢 它就會跪下 這樣 那情況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們在社會進步的過程裡面 公權力受到限制 警察不可以亂來 使用武器要跟規矩 這些是經過很多年的發展 才培養出來的一套體制來的 但是現在 講到警力不用守 警察隨時鬥你 喜歡鬥你就鬥你 隨時喜歡去白家書店門口 查完所有人的身份證 它運用權力不受限制的 那你一旦這個底線自己打破了的話 那你經過很長時間 建立起來那套標準就會崩潰 香港現在就面對一種 就是我們既有的信念 觀念 以至一些體制元素 全面崩潰的一個處境 我這麼說可能有些人不同意 我可能講到跨大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這樣的 現在是由一些最不起眼的 比如蘇維會這些 以至香港的公權力 都是在崩潰的 那你香港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怎麼去繼續講自己的 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城市這些東西 自己騙自己 所以其實就很可惜的 建立就很難的 破壞就很容易的 現在似乎就是香港面對一些 一些破壞的時候 基本上無能為力 也都沒有人 包括我們的政府 沒有打算捍衛這些體制的優越的一面 不去補我們補他們的本 而是任由這些破壞性的元素 甚至政府自己都是破壞力量之一 那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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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香港由一個舊香港 跳到一個所謂新香港 那個體制崩潰 道德敗壞 或者甚至說到現在政府 只是希望透過恐懼 透過刑罰 和透過謊言來進行統治 他不會想經濟將來會怎樣 不會想年輕人將來會怎樣 不要更加想我們將來會怎樣 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當然去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這個節目 都有很多香港朋友看 那我們從歷史上面 都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當歷史上面 人面對一個政權體制 和整個道德系統崩壞的時候 那當然歷史都已經給了很多的一些 可能性的答案給我們參考的了 那但是我只是想說一點很簡單 就是說你作為個人 你作為家庭 或者你作為一個 可能一個組織裡面一個成員 你身處一個什麼環境 你能不能夠 你可以真的確保 你自己的家庭成員 你自己是一個機構組織裡面的成員 能不能夠可以信守一些道德 或者一些價值觀 你既然看到社會已經做不到這些事情的話 是不是等於我們放棄呢 是不是等於我們當見不到 其實都不可能的 你今天見不到 明天見不到還是見不到 但是你以後在那裡怎樣 這件事情你不能逃避 你都不可能逃避 你在這個城市 在這個地方生活 我經常會想回 大家還記得 其實鍾Sir也有說過 就是前幾天 有一個華爾街日報的香港記者 因為所謂參與記協被人炒了 然後我看到的圖像就是 原來很多香港的記者行家 雖然很多都已經做為一些 一些叫做 一些叫做 香港的香港人 如果要保住自己的部分 自己的核心價值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說我們 我們很簡單就說 我們政府這樣 我們反過來這樣走 就可以了 其實可能實際的粗略就是說 有一幫人很堅定自己的信念 然後怎樣透過這些事件 我們可以能夠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 你採訪這個新聞 他被人炒而已 不適合國安權 又鬥、又抓、又鎖 其實在這些事件裏面 這種團結道德力量感召 是真的可以發揮一定的能量 是令到現在崩壞香港 都不是說變得非常之壞 那大家覺得這個 會不會是一個可行的走法呢? 在香港現在生活是很困難的 目前他們都是這些謊言 我剛才說了 基本上我們幾十年發展 形成的體制 各個環節逐個崩壞 或者被破壞 那在香港生活 你怎麼要生活的 你是很難 就是跟一個 尤其個人是很難跟一個 一個體制去抗衡的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選擇了香港生活的話 我覺得起碼有兩個事情可以做 第一個人層面 就是潔身自愛 潔身自愛 潔身自愛 就不要多一些想 最簡單 就算盧夫山泉現在贏了 你不要打算找盧夫山泉 去取得什麼臣子 這就是潔身自愛 繼續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在自己的範圍之內保護自己 這是第一點可以做的 第二更加重要的 就是不要跟劉合污 就是不要跟劉合污 就是你香港過去年 最失望的就是很多媒體 你真的覺得它跟劉合污的 就算是最有功勢力的 也是 是吧 就是 那些評論文章 和文匯大公的使眼前 都沒有什麼分別 是吧 有人真的會跟劉合污 是吧 或者在大勢之下 經常被他搞 搞得幾次 就說 阿尊子你不要畫了 是吧 阿尊子拿了獎也不敢報 是吧 這些就是同劉合污 是吧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能力 去做多一點點 不要同劉合污的 那 不要讓他講那套歪理 變成我們自己的道理 我們不要附和他 不要幫他宣傳 這個就是同劉合污 所以 第一就是潔身自愛 第二就是不要同劉合污 我覺得這兩點 每個人都希望盡量可以做 那 香港的大環境是崩壞的了 沒有辦法的了 但是 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就是 就是 自己能夠坦誠綠樂 生活下去 希望是這樣 是啊 那當然 節目結束的時候 我經常想起一個故事 就是說我們要結身自愛 也不要同劉合污 特別是 如果你在社會上 仍然都有一定社會地位 有一定影響力 什麼前高官 曾俊華 前學者 那些張炳良 我就很記得張炳良 這件事發生之後 他的回應真的完全是 射球的回應 那大家都知道心中有數 就算你說 你不要同劉合污 也都不要結身自愛 但是你遇到大事大非 以你的江湖地位 你在那裡射球 我覺得 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 真的 沒有眼睛 那麼 節目時間今天就到這裡了 下個星期就是楊Sir和鍾Sir一起做節目了 好 那我就和這裡和大家說聲 再見 下個星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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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